那么上节课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我们VRM下面有三个模式 那么三个模式分别也提了一下 每个模式分别干什么的 第一个命令模式 这个模式下主要是不能对文件进行直接编辑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快捷键进行操作 那么操作包含删除 复制移动光标盒 粘贴等等操作 那么这个模式是打开之后的一个默认模式 后面还有编辑模式 所谓编辑模式就是对文件的一个编辑 默认模式这里面主要是命令的 命令可以实现搜索替换保存退出测销高亮等等这些操作 这是三个模式 然后又介绍了一下打开文件的几种方式 前三种一定要求掌握 最后一种了解一下 有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那后面我们为了做测试 我们需要把这个ATC下面的PASSWD文件给它复制出来 千万不要在这里面直接改 千万不要直接改 复制出来 复制出来之后呢三个命令我们试了一下 包括最后一个命令也试了一下 打开呢都是OK的 那么退出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先接触一下退出 叫Q 按一下回车就能退出了 这是前面上节课呢 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测试 现在保证VIM命令呢 能够正常的进打开文件 几个方式 后面我们在用的时候也是任选 根据你的需要 绝大部分的时候呢 我们会使用第一个 就是VIM直接打开文件 这种使用率呢是比较高的 其他的这两个的话 看情况吧 最后一个呢 如果不做编程 不做开发 用的次数可能就要少一点了 这几个方式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正式介入这个模式 那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模式 命令模式 那命令模式呢 要说的第一点呢 就是说还是那个注意 就是该模式 是打开文件的第一个看到的模式 第一个看到的模式 那么这个模式就需要怎么进入 需要打开文件 是不是就进入了呀 因为它是默认的嘛 打开文件即可进入 打开文件即可进入 那么在这个模式下 我们有哪一些命令需要去学习 哪些操作需要去学习 那这边呢 咱来看一下这边 命令模式 跟命令模式相关的 黄色的 黄色的这个 都是跟命令相关的 都是跟命令模式相关的操作 那么先看第一个啊 关于这个光标的移动 关于光标的移动 3.1 第一个 光标的移动操作 那么光标移动操作呢 在这个图里面呢 我列了好几个啊 列了1 2 3 4 5个 5个相关操作 那么5个操作就对应着 至少5个命令 对应着至少5个命令 那么先看第一个航手操作 怎么样把这个光标啊 给它移动到航手 第一个操作 光标移动到航手 那么要想进行这个操作呢 首先我们得打开文件 因此我们这个地方呢 打开这个文件啊 不要打开这个文件啊 打开 这个文件 PASSWD 好 按一下回车 光标在航手显示 我的光标现在好像就在航手啊 那么为了 让这个命令生效 我们稍微移一下 我把它放到中间去 现在呢 光标就是这个黑块 它现在呢 在中间 在这个斜杆这个位置 我想让它显示航手 那它应该显示在哪啊 是不是显示在记者啊 对吧 行 那么这个命令怎么写呢 这个命令呢 我们需要去按键 怎么去按键 按键呢 由于这个时候 它并不能进行编辑啊 所以我们这个按键 在按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按错了 因为万一按错了 你可能进入到其他模式了 那么进入航手的话 我们需要按住 Shift 加6 这个6需要注意啊 一定要求是我们 字母键盘上面的那个6 不是右侧小键盘的那个6啊 是Shift SH FT Shift 加上6 6 6就是T上面的那个6啊 字母T上面的那个 啊 P字母上面的6啊 不要按小键盘的6 不要按小键盘的6 看看有没有的效果 Shift 6 来 是不是到前面去了 哎 这就是到前面 横手的这么一个操作啊 Shift 加6 那么不管在哪一行都一样 那你只要按Shift 加6 它就自动跑到第一个字符 那个前面去了啊 Shift 加6 千万不要按右边的那个啊 有小键盘的不要顺手去按6了啊 Shift 加6 哎 这个要注意一下 快速的将光标移动到一行的行手 那么与它对应的就是第二个操作 将光标移动到行位 所谓行位呢 也就是最后了啊 那这个按键 按键的话 它是SHIFT Shift 加4 4呢 也是一样的 这个4呢 是R或者说E键那个上面的 R键 R字母的 左上角的 哎 那个4啊 左上角的4 啊 不是小键盘的4 嗯 这个呢 也是一样的啊 千万不要按错了 先那么来试一下 那现在是不是在行手啊 哎 那我要去行位按下 Shift加4 啊 Shift加4 就可以了 然后去行手6 手为4 来回切换就行了啊 来回切换就行了 哎 那么为什么是这两个键 而不是其他键呢 那么这里面的话 其实我们也可以不这么记 我们可以这么记 那么呢 Shift加6 其实如果在编辑器里面的话 它输出的不就是 英文的下 不就这个键吗 哎 其实 就表示它 或者你可以这么记 或者按它也行 你要想按住它 你必须得切换到英文输入吧 按下Shift加6 啊 这个是这个键 那后面呢 或者 到了符号 这两个符号要记着 这两个符号要记着 因为后面呢 我们有一个东西 叫做 赞泽表达式 啊 有一个叫赞泽表达式 那么赞泽表达式里面 包含了一堆特殊符号 你像我们之前学的那个新号 就是赞泽表达式里面的一个符号 然后呢 这个符号也是表达式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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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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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堆都是 但是最特殊的呢 就是前面的几个 前面的几个啊 新号表示通辈符 尖括号 这个尖的向上尖的呢 这个表示 以什么什么开始 表示开始啊 表示一个表达式的开始 然后道乐符表示结尾 所以在这个编辑器里面 就是Shift6和Shift4 啊 这么几记 当然赞泽表达式我们现在还没有去学 等到后面呢 我们学了赞泽表达式之后啊 你就容易把它的两个财产关联了 啊 6和4 嗯 啊 并不是说这个6数字大啊 它就在前面 4数字小 它就在后面 不是这个意思 也不是说 4因为在前面 它放前面 6在后面就放后面 而是按这个符号来的 而是按这个符号来的 这也是为什么要求大家 不要按小键盘的 因为小键盘 你按Shift加小键盘的数字 它根本也出不来 出不来吧 不信可以试一下 Shift6 就这个效果 移动了下光标 Shift4 向上移动了下光标 没有什么用啊 所以不要按小键盘 你就按这个字母上面的这个数字 就可以了 这个是光标首尾的一个快速移动 那么除了当前行的移动首尾的话 还有呢 就是后面呢 像那个第一行和最后一行 第一行和最后行的移动 那么第三个 光标移动到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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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地方呢 需要去按键 按哪个键呢 按一下移记 按一下移记 小写的记啊 小写的记 移记 第一行了吧 就直接跑第一行去了 那移记怎么记呢 移记其实挺好记的啊 玩游戏都知道啊 Go the game 一般一般就是说会 有的时候呢 玩游戏会说要移记了 什么意思 不是说游戏很好 而是要输了 所以这个移记还是比较好记的 它呢是表示将这个光标快速移动到第一行的位置 那这是首行 那么还有对应的光标怎么压 光标移动到末行 移动到末行 也就是最后一行 光标移动到末行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需要去按键 按哪个键呢 不是大写的移记啊 是大写的记 大写的记 那至于这个大写的记 你怎么按出来 这个不管 你是谢不得加小写的记也好 还是切换caps log呢 按记也好 都可以 有哪个都可以 但是你得保证 它最终输出的是一个大写的记 就可以了 那我这边建议大家就是按一下这个 大小写切换这个 按下这个键之后 切换到大写之后 按一下记就可以了 也不用去按这个谢不得加记了 当然你如果习惯 按谢不得加记也可以 这个没有什么要求 一定要是大写的 一定要是大写的 表示切换到末行 那么可以试一下 看看这个命令呢 可不可以 那么现在是不是在首行啊 大写的记 那我先按谢不得记 末行了吧 然后呢 再切换到首行 那这时候呢 注意我切换一下大小写啊 看这地方应该有个屏幕显示 没有是吧 那那是windows下应该有啊 在这里面就没有了 也行啊 两个都可以 区别是没有区别啊 一样用就行了 反正都要按两个键 一个呢 你按记 还有呢 就是要么按shift 要么按caps lock 哪个都可以啊 这个没关系的 这是光标的首位行 那个切换 那么除了这个首位行的切换呢 那么除了这两个 有没有其他呢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直接翻屏了 这个比较好用一点 我也比较好用 如果说我们不学会翻屏的话 当你第一屏看完之后 你会按照上下上下来回切换 这个是很慢的 这个是很慢的啊 所以这个呢 不建议大家去用啊 上下虽然可以切换 但是效率太低了 太低了啊 就是不能显得出咱们这个高大上啊 尽量呢 能显出咱们记得命令比较多 这样呢 才有这个高大上的感觉 翻屏啊 不是翻屏啊 不是翻盘 翻屏啊 翻屏 那么翻屏的话 有两个 一个呢是向上翻 一个是向下翻 当然你得保证 你的内容够翻屏的啊 别人内容不够一屏的 那他肯定翻不了 啊 所以得保证内容是够一屏的 那怎么保证够一屏呢 如果觉得文章内容不够多 那没关系啊 我可以把窗口脱小啊 这样不就够了吗 是吧 他能够好几屏的 是吧 所以如果觉得屏不够的话 可以把这个窗口脱小一点 这就可以了 那么先看这个 向上 向上 翻屏 那么向上翻屏的话 得保证我们这个光标 本身就不在第一行 那么在第一行当中 你翻起来肯定没有意义啊 所以我们快速的将切到行尾 行尾注意看这时候多少行 34行是吧 行 那么向上翻屏 你怎么按键呢 按键的话是 有同学想着用这个 APP是吧 就是键盘上有没有 叫PGAPP 可以是可以 这样的话就没有怎么 技术含量了啊 还有PGDUN 它就是下一页 这两个的确是可以 但是呢 这两个东西呢 你如果非得用这个 那也可以啊 那我想交到呢 交给大家呢 是不用这两个键 用什么呢 CTIL Ctrl 快捷键 Ctrl 加哪个呢 加B Ctrl 加B 当然 你们说的这个也可以记一下 也可以记一下 或者 PG PG PGAPP 这个键也行 那这个键在哪走啊 应该一般都是键盘的右上角啊 右上角 你不要按关机就行啊 右上角 这应该在关机下面 关机下面一点点的 那个位置 这是向上翻屏 那么向上翻屏 我们试一下 现在是34行 我按一下这个Ctrl 加B 注意看行数的变化 看光标的变化 光标现在在 Nenux13这个位置 Ctrl 加B 走 向上翻是几行 7行吧 7行 10行 是不是已经第一屏了呀 所以它不往上翻了 那这个呢 是向上翻屏的一个方式 另外呢 咱可以按一下这个PGAPP 是不是也行啊 一样的啊 两个键都行 想要用哪一个 用哪一个 或者吧 觉得到时候 曾有同学按这个斜杠的 这是向上啊 向下翻屏 那么向下翻屏呢 按键是 Ctrl 加上F 加上F 然后 那当然 它也有一个 或者类似的 叫PG PG D O W N 也就是 PGAPP边上的一个键 但是不叫PGD 叫PG DN DN 因为键盘上 它放不了那么多字母 它就能放这几个字 PGDN PGDN的全称叫 PGD 那这个的话 就是向下翻屏 向下翻屏 这块呢 试一下 现在是第一屏 PGF 下一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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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了 没了 好 那这个呢 是向下翻屏 那这个单词 如果要记的话 可能不大好记 怎么去记 怎么去记 那记的时候呢 我们这么来记 这个B 我们就这么记 BFIE 向前嘛 那前不就是上吗 那这个F怎么记呢 F怎么记呢 AFT AFT 这么记 可能稍微好一点 可能稍微好一点 或者你往其他单证 凑也可以 B和F 然后PGDN PGF 这是两个固定单键 这个呢 就没什么好说的 那这个单词 这么来记 B BEFOR F AFT 那为什么不用 A呢 那说明A 它应该有别的作用 所以不用A 因为这里面面量挺多的 那么上面这五个呢 是跟我们这个光标移动 相关的这几个面量 这个是光标移动操作